然后今天要发现 这边有一个折尔根牛肉串 我真的这个来中国第一次 然后就 这成为一个四川了 必须要吃折尔根 所以今天要吃 近日在四川成都一个社区内的串串香店 今年38岁的韩国美食博主朴大一 正在拍视频 记录自己在中国的美食之旅 朴大一的自媒体账号叫做 大一的吃货生活 如今已吸引超15万名海内外粉丝关注 2011年 在北京学习中文的朴大一 因看好中国的发展 便决心未来要留在中国发展生活 先后在成都上海两地工作的他 最终选择定居成都 从2020年开始 朴大一在成都的工作之余 做起了美食主播 来了之后 也没有北京上海那种节奏啊 那种很快 然后就很安逸嘛 而且四川周围 你都知道去哪儿 都是不同的美食 去一边吃那个一边烂面 那就落下薄薄鸡 或者那一张是牛肉面 那个面羊是米线 全部都不同 那就可能拍得很丰富嘛 而且是我第一次吃 那就也不知道怎么吃 我可以问旁边的人 老板 他就视频的内容更丰富 而且是这种过程当中 我可以更理解这个中国美食文化 在朴大一的账号里 记录了上百个他品尝四川 重庆 贵州 广东 浙江等地特色美食的视频 收获众多网友评论 此外 朴大一在回韩国的时候 也会拍摄首尔 仁川 釜山等地美食 将韩国的特色美食 介绍给中国网友 因此 朴大一发布的每个视频 都是韩语 中文 双字幕 方便两国爱好美食的网友 相互了解 韩国人看的时候 要了解这个东西的话 就必须要韩文字幕 美食是 其实也了解文化的 门槛不是很高 比如说我们用萝卜 我们国家做这种的 但是中国是用萝卜 做这种菜 那就通过一个 共同的萝卜的东西 那不同的 然后他们从这开始了解 为什么你们国家 那个萝卜 为什么这样吃 我是跟其他美食博主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是外国人 所以如果他一样 吃的一样东西 可能看法不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 是可能一些观众来说 这个也是有一些很新鲜感 与其他美食博主 拍摄的一两分钟的 短视频不同 朴大一偏向于 将对美食的介绍 向观众娓娓道来 他所拍摄的视频 市场通常不低于八分钟 在他看来 美食探店的目的 不是为了流量 而是为了真正享受美食 和分享美食 在我的内容方上就是比中国人更懂中国美食的外国人 所以我就不去城市里面比较火的网红店 我只能去一些老说去比较地道的 或者可以开车一个半小时 人家都很少能知道的一些东西 但是看起来很好吃 很好玩的 那如果很近的 我先去一趟 去一边 然后去一边是还觉得还可以拍 还是有一些能有蔬菜 那就直接去拍 我拍的时候就没有脚本 我直接去 我直接去拍 吃这个东西 然后就其他都是一个突破情况 朴大一透露 今年他计划和来自不同国家的美食博主 一起品尝中国美食 并进行观点碰撞 希望让更多人以美食为桥梁 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